你知道嗎 昨天我在把我的檔案拉開 然後拉開就是 我曾經寫過的稿子 因為我都習慣 把藝人的名字放在前面 然後做那個檔案 光是妥字的有沒有 就... 不是 而且幾乎都是頭中康對不對 頭中華偶爾對不對 沒有頭中華 我要救你 我轉了你再補充一次幹什麼 我還是想救一下 洪華年在大陸講他就沒事了 他就不知道 都是... 我遇過一個最狠的是徐媽媽 大小孩子的徐媽媽 她很好笑喔 每次打電話給她 因為你要問的事情 一定不是什麼好事嘛 徐媽 小孩子 她就會跟你說 祝妳健康快樂 身體幸福全家好 什麼 她不管妳講什麼 她就這樣 公事嗎 她就誇張 肯定打給我媽 我媽也是 媽 沒關係 那妳來家裡吃飯好了 媽 叫妳來家吃飯幹什麼 我媽都是這樣 你們四位有沒有報導過 我們三位的消息過 有啊 都有啊 三個啊 三個都有 真的嗎 對啊 你們一個一個講好不好 你們真的比較容易出事 當然是 那旁邊出事 先報導比較不精采的 報導我什麼 沒有 你那時候 演那個運轉手指鏈的時候 跟那個... 對... 公子李慧啊 那時候就是也是新聞報得很大 是... 記得我要寫過你一個 喝醉酒的笑話 就是一直跟人家要籤有沒有 對 要籤... 來 接下來孫萌 孫萌的消息可多了 那不用講 你不跟迪音的事情 好 那就不用講 因為那時候啦 我們講那時候啦 就是感覺上是女生比男... 因為是姐弟戀嘛 那時候... 那時候也不是我帶起來的人 對 其實但你有功勞啦 謝謝... 那時候感覺起來就是 女方好像比男方紅一點 這樣子 所以他自己... 迪音自己有講過 他說他不希望造成孫萌的壓力嘛 所以他也不想像這個事情 他說這是他們兩個的事情啊 幹嘛要講出來 是這樣 失聲鼓的經驗 對 所以這個事情 當時也是算是 讓大家很驚訝 很恐怖 對 而且大家都覺得你這個... 好細切喔 對 大家都覺得... 好細切喔 你也有這種過去 沒關係 我跟你講 找我這樣的男孩子就是這樣 對 我還沒過去 你到底是這種過去 我還沒過去 好啦 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討論最精采的一個 真的嗎 對啊 那一頁呢 分手也是我寫的 分手喔 我寫過他好多次 分手喔 對 跟小嫌 我寫過什麼 我多喔 我是俗親了 其實我寫你很多 但是我都是 與女方的角度寫 因為我跟女方比較好 兩個人 就是像麗文跟那個小嫌 都很抽 沒有 都還不錯喔 沒有 都還不錯喔 像那天你去那個友台 去獻花 分手後去獻花 因為他哭的那一次 可是一天我就跟小嫌代表 好啦 我來... 要哭 我來救你... 你來救他好了 我們常常... 新聞台常常去你店裡面 做的是說 某個藝人在你的店裡面打架啦 對... 在你店裡面又幹嘛... 然後就會提到 在妥中康的店裡面 其實跟他沒有直接關係啦 可是你的店就... 我以為有容也沒有問題 真的嗎 昨天我把我的檔案拉開 然後拉開就是我曾經寫過的稿子 因為我都習慣把藝人的名字 放在前面 然後做那個檔案 光是妥字的有沒有 就... 好多喔 不是喔 妥中康啊 而且幾乎都是妥中康對不對 妥中華偶爾是不是 沒有妥中華 都是妥中康 然後就你了 我轉了 你在補那裡幹什麼 反正就一下 猛馬人在大陸講他就沒事了嘛 他就不知道 都服 好啦 其實我們知道 隱居級的有的時候 當然會跟我們藝人的 某些的想法會對立 比如說我們認為 這是私生活的事情 我們不願意講 但你們認為說 其實讀者是希望知道 這一方面的事情 當然 那隱居級的其實他本身 也有他自己的壓力在 不管長官給的啊 同業給的 甚至於經濟公司 也會給你們壓力 這個不能報 那個一定要報 拜託你一定要寫這一段 那你們覺得 當隱居記者 最痛苦是什麼事情 我覺得最痛苦 就是找不到人 比方說今天 某個報 拍到了誰 然後這事情 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那你是不是要找當事人 對 因為對我們的立場是說 你跟可以跟 可是你要找到當事人求證 而不能盲從瞎跟這樣 那當然我們看到 很多新聞台都是會讀報嘛 就是讀報啊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什麼什麼的對不對 可是當我們要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是我最痛苦的是找不到人 找不到當事者 對 找不到當事人 然後連經紀人也都找不到 那是最痛苦的 你要解釋一下剛剛什麼叫獨報 你知道所有的報設計者 都要做一個工作 我們叫筆報啦 就是你要筆每一個報紙 今天列出來的新聞 別人有什麼 你沒有什麼 對 人家跑什麼 同一條新聞人家寫了什麼 比方說你是跑藝人的 你就要看藝人了 那你要跑電影 你是專看電影還是... 不過有時候其實像安妮講的 可能是每個報紙 每個報紙不一樣 像我們的話是比較殘忍 是編輯在比 他們比較客觀 是編輯在比 編輯就是做標題 剛才講做標題的 看稿子這些編輯 他們自己來看各報 有什麼優缺點 而不是你記者自己在講說 自己寫得很好什麼的 不是這樣 他們就很客觀說 你漏掉什麼新聞 別人什麼新聞做得好 通常都是比不好的比較多 比好的比較少 就比別人有什麼 你沒有什麼 他們已經有最痛苦的是 你不是有焦慮症 就是有躁鬱症 不然就有憂鬱症 你知道以前有... 很多記者到了兩三點的時候 就會開始覺得胃痛 因為兩三點是報告的時候 下午... 那你電話打來 可能打了一輪了 也沒什麼大的事情 那你那個都遜了 一個新聞都沒有 那新聞都要前一天要準備好 對 像我們那時候在周開 是上個禮拜 就把下個禮拜準備好 我懂... 你知道嗎 一定要先藏幾個 不然的話到時候要報告 整個都沒有 去海邊了 過了兩三禮拜才報 要死 那個被報得很不甘心 即時新聞我們就認了 那你說對象 找不到怎麼辦呢 就是...所以就是要試... 像我們都變成 好像是真心的社人 你知道嗎 好啦 因為你看 好 今天因為報社記者 都工作到比較晚 然後比較...睡比較晚 所以你要找人 安苡 打電話給安苡 關機 打電話給佑芬 就是那個Keyman你知道嗎 他到底在哪裡 你知道他家住在哪裡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跟狗仔成為好朋友 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他跟你夠好 他就會提供你說 他們家住哪 當然這個在他們報社 是不行的 是秘密的 對 現在講出來 會不會害到他們 比較像搞那種情報人 比較像情報人 因為你們要各處去收集 這種資料 那時候其實 那時候好像那陣子 小孩子快生了 可是我們都不確定 他哪一天生 所以大家就是心機膽跳這樣 然後大家壓力很大 就大家約一晚上打牌 已經十二點多了 打一打 什麼突然叫他跳 什麼小孩子生了 在哪裡 不知道 因為他很保密 我們那時候以為在永樂 不然就是在那個中山 不管了 然後就... 從中山 沒有 就一個去中山醫院守 一個去哪邊守 一個去哪邊守 然後趕快通電話的時候 幾乎去所有醫院 他可能會去醫院那邊守 看是哪一家 你說那種壓力多大 這是無形的壓力 你知道嗎 有些記者是 不到早上四點 他沒辦法睡覺 你知道為什麼 他要看那個報紙 對 他要看那個報紙 以前那個有個老記的 大神報才可以 早上四點 對啊 他要等所有報社的報紙 都全部看出來 如果要看網路的話 大概也是要等到凌晨 兩點半以後 所有的網路那個 網頁才會更新 他才能安心回家睡覺 那其實我們看過 藝人白白走 不管這個藝人態度怎麼樣 不管他發脾氣也好 他講笑也好 他隨便亂講也好 起碼他會對你們講 但有些藝人是不是很狠 就是擺個臭眼 什麼都不講 那你們怎麼辦 很悶的是 也是周杰倫的事情 那時候憲哥就是 有放個風聲說 我好像 然後大家就猜是 周杰倫跟侯佩城 然後好死不死那時候 那隔幾天 周杰倫去上 吳宗憲的節目 那我們當然很急 去問啊 問題是他都 然後我們問他說 問題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誰 我問我不知道記者 我剛好跟你說 他就這樣就跟你講 那你就傻眼了 那你怎麼沒辦法 他就要去問吳宗憲 問他經紀人問什麼 然後問完之後呢 還是沒有本人的答案嘛 那你要平衡報道 讓這個報道再豐富一點 好了 我們打去問那個 女方的經紀公司那邊 他就一打來就說 電話不通不通 事情不好 你打公司好了 打公司打來就說 那你等一下好 等一下叫誰打給你 好 再另外一天 我說 我說你是不是某某人 他說 你打錯了 對啊 同一個電話你知道嗎 就是他就不願意回答你這些問題 就是一直很受挫 這樣 然後你再打 打了之後 你打錯了 我遇過一個最狠的是徐媽媽 大小椅子的徐媽媽 他很好笑喔 每次打電話給他 因為你要問的事情 一定不是什麼好事嘛 徐媽媽 小椅子 他就會跟你說 祝你健康快樂 身體幸福 全家好啊 什麼 他不管你講什麼 他就這樣 公司 可以你打給我媽 我媽也是 媽 沒關係啊 那你來家裡吃飯好了 媽 叫你來家吃飯幹什麼 我媽都是這樣 非常做的啦 很多其媽都是這樣 對... 像屈美鳳的媽媽 你只要問她官司事情 屈美鳳在幹什麼 她一定說 謝謝... 對 從頭到尾講謝謝 從頭講到尾 然後也不會跟你刮斷電話 讓你覺得自男兒子 對 屈媽也是這樣 就講到你就不好意思 這樣講起來 我媽最好 還可以叫你們來吃飯 對 我媽媽真的很怕 請吃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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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